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住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裕 非凡商业台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当冲隔日冲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顶尖好手 正面对手 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欢迎收看金融办法对的节目 那么今天指数是开评高之后 今天拉回 今天指数来看下来幅度比较多一点 那么因为今天在开评高之后 指数就开始往下 好那么下了一段下来之后震荡一下 指数再下来 那收盘的时候今天是跌了121点 那10725点 今天下跌121点做收 好那么今天的盘面我想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照我跟你讲的应该 你可以避掉大部分 尤其是主跌的股票 好所以其实 就是说每个阶段里面本来就有不同的标的 好所以呢你该出的要出 该把握的要把握 好那我讲这个也不是讲一两天而已了 好所以其实一路印证到今天 那么你都看得很清楚 好所以呢我中间讲过的这些 一再提起你的我就不再另外重复了 好但是结果你也看得很清楚 那再来就是说你把资金放在新的主流标股上 一定会赚得更多 因为那个一上一下是差很多的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今天的环球金 好所以我想你所有看我节目的人都很清楚 那我跟你说你这里暂时要避开 那我讲这个也不是讲一两天了 好所以呢从一路下来你可以看到 到今天的时候是不是又创新低 好所以今天301创新低 那今天也是到跌停 好所以其实你不要说 从高档的时候我怎么提醒你的 单单最近这没有多久的时间 就差了要100块了 所以这都可以得到很清楚的印证 对不对也就是说 你照我说的那该赔的你都不会赔 那甚至于是重点是 你可以掌握到更强的标的 那一上一下就会差很多啦 这差距一定很大 那今天国具也是今天是破地 那515块又破地 所以这我也是一路提醒你 那我跟你说哪一些会下去 那谁会上来 那你都可以得到很清楚的印证 因为你跟我你不只掌握到标股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知道什么要避开 什么股票先避开 那一个族群你要先避开 好所以今天是不是又破地 你看差多少 其实真的差很多耶 真的差非常多耶 这随便都是差距很大很大耶 因为九月初的时候国具还在600多块钱 那这一差又是100块钱 其实都没有多久而已喔 那更不要说从900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要避开 好那我讲的东西大概都可以得到印证 对你照我说的话那这一些都跟你无关 对这些下跌的跌最凶的都跟你无关 跌最多的也跟你无关 那甚至于你还可以反过来去掌握到标股 引路上清掉的标股 好所以你看喔 差异有多大 这差距很大吧 差的是不是很多 一个上去 一个下来 差多少 对差多少 如果你的资金是放在这里 和你资金放在这里 这一来一回就不是只有一加一的问题了 一加一是大于二 因为你可以避掉这么一大段 然后反过来这样赚 那你看差多少 对差很多 那今天是301 创新低 那我没一路跟你讲 有吗 我就一路跟你说你避开这边 然后你买新标股就对啦 买新标股就对啦 因为现在本来就是会有新的标股啊 就有新的要启动 所以你大可以很轻松的赚钱嘛 对一上一下 那一上一下的话差距就非常大 因为这不是只有 涨10%跌20%的问题 两个加起来就等于40% 对不对 四一四就这样 所以差距很大嘛 那我那时候就跟你说 工序有一些改变 对有点改变 那我说他这里 我一路再提醒你 你看 这样一路下来 那这里也不过才 这也不过9月初 这也才8月初的时候 对不对 就一路下来 那8月初的时候是500多 9月初的时候 还接近400 然后这样一路下来 现在已经301 那差非常多 那我跟你讲这个的重点是 我希望你能够就是 不该买的不该买 那该买的要买 那反过来 你就会有资金去掌握标股啊 就会差很多嘛 有没有上去 对不对 下来 是不是差很大 对差很多嘛 那当然现在大陆的 12寸矽晶圆也开出来了 对不对 大陆的也开出啊 那大陆开出来 当然就工需就会比 之前的还会 还会更严重嘛 也就是说本来就是 缺口已经变小了 那本来价钱就 明年可能就涨不动了 那现在大陆的新的东西再出来 大陆本来12寸 本来做不出来的 现在做出来了 所以后面 这个工需的状况 就会更不好 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有一些 快要平衡了 明年就有机会会平衡了嘛 那你现在就是大陆 又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不就学上加刷 所以我说 你在往上的时候 跟往下的时候 方向你要很清楚嘛 对股票我们本来就是 你要做往上的股票嘛 可以算大钱的股票 你就是要锁定嘛 对你锁定之后 你方向对了 你自然 你不算都很难 对不对 陈起 是不是一路创新高 来你看今天陈起 今天一样大涨 那今天涨了一块半 那已经准备要创新高了 因为距离新高是 非常非常的近 你剩下也不到一块钱 就差几毛钱 就是要刷新新高了 那这差距是很大 那七产红的新产品 才正准备要放量而已 现在还没有放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就已经开始一路打仗 因为还没放量的时候 它的获利就已经非常好了 就已经大转型了 对上半年的获利就已经完全不一样 第二季获利更强 那第二季已经赚了九毛一 那第二季还是 新的东西还没开始放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大转了 而且它已经完全转型到中高阶的电竞显卡 对电竞显卡 那全盘面大概最纯的电竞股就是它了 最纯的电竞股啊 那盘面里面你大概没有看到 这么纯度这么高的电竞股 那电竞当然是趋势啊 那是趋势之外 你也要看获利大爆发的嘛 对获利大成长啊 所以我常说你买股票就是更好 然后每一段时间标过你更好 该币你就会避开 该币你避开之后反过来你再赚钱了 对你又可以赚更多 所以一路往上一路创新高嘛 都非常强啊 那今天指数还是跌了121点 差一点要创新高了 就只差几毛钱 随时都要创新高 那更不要说这样一路上来赚多少 对不对一路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跟着就是这个好处嘛 对不对大跌的那一些 你不应该赔的你不会赔到 那再来你还可以赚更多 对不对你还可以反过来赚更多啊 当然是焦点要放在新的主流标股嘛 当然焦点放在新东西啊 而不是旧东西啊 因为我曾经一再强调跟大家说 现在已经是第三季的尾巴了 现在都已经到9月多了 9月多的时候你在反映的 不会是过去的东西嘛 你一定是反映明年大好的嘛 明年什么东西好 明年什么东西强 明年售大转机 那第四季开始就会好的 到明年第一季又更好的 就找那种啊 因为现在都年底了不可能去看过去的东西嘛 一定是看新的嘛 那细晶圆和被动元件我一直提醒你 你看到它后面之前的数字很好 那之前的数字啊 你现在要找的不会是反映今年前面 前面这几个月的事嘛 你一定是反映后面的嘛 那后面就是小于等于今年嘛 那既然小于等于今年的话 这趋势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跟你讲也讲得很白啊 有很多朋友是听到我说的 你毕掉的那一大段 那毕掉那段很棒啊 对 都跟你无关啊 反过来你又赚钱啊 对 你随便买随便赚啊 你随便买都可以赚哪个钱啊 是不是准备创新高 有没有 今天指数是跌121点喔 今天涨一块半了 只差几毛钱就要创新高了 谁知道创新高 那我就说已经是95%在点几个了 全盘面最强的 比重最大的 而且最纯的 那就是完全转型了 转型中高界的电竞显卡 那大股东是七彩虹 七彩虹没有厂 所以层起就是它的厂 就是它的工厂 那么七彩虹新的NVIDIA搭载 搭配NVIDIA新晶片用的电竞显卡 正准备要放亮嘛 对不对 因为NVIDIA新晶片 它的新东西8月20号才亮相嘛 9月又开始放亮嘛 那七彩虹答应它的新品 现在才刚刚开始准备要放亮而已 那七彩虹又是大陆最大 对不对又大陆最大嘛 那获利又强啊 因为你还没有加上新东西的时候 获利就已经到了0.91 这是一季的获利喔 这还没有包括新的两年一次的大换基潮 还没有加进去喔 那这个换基潮第三季 底开始到第四季 所以后面就更强了 就是说一季比一季强了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脱胎换股 所以你买在这里你看差多少 对不要说你的资金 对不对 小资金大资金都差很多啊 资金大朋友差更多啊 资金大朋友你看单单是方向对不对 你看你会差多少 对方向对的话 你轻轻松松都可以赚钱 轻松都可以赚啊 那方向不对的话 你一差就差很多嘛 所以我讲得很清楚嘛 对公开讲 我也不止一次提醒你啊 但我提醒的重点 其实我觉得你要避开那个很容易啊 你其实只是要避开它 你避开它之后 你反过头来你都可以很轻松赚 对你把资金集中活力 在新的标国不是很好 集中新标国多好啊 集中在新标国 第一个创新标的是你 第一个大涨的也是你 第一个冲上去的也是你 涨最多的也是你 对可以涨最大段的 还是你的股票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它集中在 对不对后面新的东西 那你跟我一起就好 你跟我在一起 你不该跌的你不会跌到 该避掉你会避掉 然后再来该把握的 别人没有的标股你又有 你看差多少 这就是来回上下差异很大嘛 这差异非常大啊 单单是我告诉你你什么东西会跌 要避开的那一个 就已经替你省下非常多了 就已经差很多了 那更不要说我告诉你要压的标股 我告诉你要买的标股 我告诉你要买的标股 我告诉你要买的标股是一路创新高 对不对一路大张 这就是我在讲说 你往新的你才会加倍赚钱嘛 是不是这样讲 你往新的才会加倍赚嘛 你在旧的里面怎么会 对不对你不该赔的不要赔到 然后该赚你又赚的比别人多 那你当然就是第一个赢家嘛 所以我说差异非常大就是这样嘛 你看矽金元跟被动元件还有 对不对 你在对比层起的话 你看看差多少 你看差多少 今天指数是连121点喔 差一点点就要创新高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一定要把握好就是这样嘛 因为我跟你讲的 你把握在新的标股里面 往新的你才会加倍赚 往新的你才会加倍赚 你才会赚得更多 所以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现在就是全部把资金锁定好之后 在新的标股里面 后面要涨五成的 要涨一倍的 不会是那一些 之前现在你看到的 人手一张的那些股票 现在要开始往上面 涨五成涨一倍的 新的标股你跟上来 你跟上来就对了 你会赚最多也会赚最快 那你都在印证呢 那事实就摆在眼前嘛 哪里下哪里上 是不是很清楚 后面会差更多 你看到那个缺口这样扩大 对下的股票上的股票这样扩大 以后还会差更大 那个缺口还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资金 现在要反映明年要大好的题材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 赶快跟上 因为你所有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你只要跟上标股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全部锁定在新的标股里面 你记得往新的标股就对了 往新的你才会加倍赚 那你记得这个之后还没有跟上 赶快跟上来 那当然我会协助你 我会帮你这里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跟好 那这个礼拜今天才礼拜一而已 那现在才刚开始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要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谈 标股 对都发动 而且越来越强 那你赶快在整个喷出之前 正式喷出之前 赶快该买的要买好 该压的要好 休息一下带回来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台湾 绞政麦 计程 小林 转月 有充足 全世界 冷却 商量 仇 相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今天指数是跌了121点 但是你跟上九月大标股的话 其实就更没有差 甚至于说今天指数跌的时候 真的你还赚得更多 对不对 还越赚越多 那当然我觉得后面你还会一路赚得更多 那幅度应该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好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来 赶快跟上来就是这样 来看我们九月大标股 来间指数大跌的时候 是不是逆时往上 有没有 继续创新高 那今天收盘的时候 在最高点做收 今天大涨3块钱 好 77.5今天继续创新高 有没有 我就跟你讲 你如果跟我一起买的话 你就是一路赚 这样讲没错吗 你自己看盘就知道吗 对不对 今天跌的最重的股票是什么 跌最多的是什么 然后筹码最乱的是哪里 那不是很清楚吗 那你跟上九月大标股的话 你就是一路赚钱 你就一路赚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 新的标股 新的标股 现在资金出来是要锁定 明年大好的标股 明年大于等于今年的 所以这里 它就会往下 因为明年小于等于今年 对不对 它不会大于它 那出来这么多的资金 当然锁定明年大好的新标股 当然就是新的 因为第四季本来就是要涨 涨明年新题材 那后面又有选举 所以新标股就会更标 其实这出来资金会非常多 这出来资金这么多 你要知道 这个会让新标股就标不完 就一路往上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把握好就对了 那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跟上来 你跟上来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也告诉你 我觉得能够让你真的赚大钱的 就是你把握新标股 不会是在旧的东西里面 那对你没有用 你在新的里面我觉得 你任何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应该说你只要开始 后面新标股你只要把握好 你只要一路狠狠地大赚 该涨五成的 该涨一倍的 赚五成赚一倍 你只要赚到的话 那么我想你现在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是问题 所以我就说你要赶快就这样 来我们九月的标股 来看九月大标股 是不是一开始就让你直接赚钱 而且这几天里面指数没有涨 就是一路大涨 对不对 越涨越多 是不是越涨越多 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喷出 后面还要继续涨 来我们来看看 这是上个礼拜三 9月5号 上个礼拜三 指数也没有大涨 震荡一下之后开始 一发动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赚钱 对不对 你可以现买现赚 可以一路大赚 那礼拜四的时候震荡一下 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之后礼拜五又分出 继续大涨 礼拜五五块钱 对不对 再涨五块钱 那么今天礼拜一 今天又继续涨 那么今天礼拜一再涨三块钱 也没有一路涨 对不对 是不是一路创新高 所以我就跟你说 在新的题材里面 买新题材就对了 那这一块是很大的商机 那我5.5GW的话 如果以一支6MW来算的话 大概916支的风机 就只有两家可以做 就只有两家 那四季缸的进度是最前面 进度最快 因为台北港明年年中 中间的中 就可以量产了 所以现在订单都要开始签了 订单都要开始签约 那这订单的话 每一张都是百亿的订单 100亿的订单 100亿附近的订单 现在开始第一批的 就四到五张 就有四到五张 每一张都100亿的话 四到五张得也四五百亿 四五百亿这么大的订单 最近都陆陆续续回签 那明年年中就开始出货 明年年中就可以正式开始量产出货 所以会非常强 那那股本多少 股本只有18亿 股本只有18亿而已 订单每一张都是百亿以上 所以这后面 那个数字是真正要打好 是真正要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 那股价打了一个大底 整理了很久 那现在开始真正要开始反映获利 开始真正实际订单要进来了 营收要开始进来了 获利要开始进来 明年后年的获利都要大好 对不对 单单是前期要签的这四到五张的订单 每一张都几乎是百亿左右 你看看有多少 你看看这样子的营收跟获利构建有多少 明年后年两年都大好 对不对 股价要整理很久 所以我说你直接跟上来 直接跟上标股就可以了 你看最近这几天里面 对 指数没有大涨 指数没有大涨一样一路标 对不对 一路上 你看最近这几天里面是不是 指数没有大涨就一路喷出去了 就一路开始往上了 这还只是出生段开始而已 还没有正式喷出 正式喷出以后幅度更大 那当然幅度更大 因为你如果用这里来看 我们来看看周线 那这四季缸的周线 上次上来的这一段是有题材 上次是题材面 上次是因为5.5季缸帽陆陆续续要开标 那么反正就只有两家可以做而已 对不对 水下结构就只有两家可以做 那两千多亿的商机 水下结构 只有两家可以分 所以那非常强 它进度有领先 又比别人更快 所以前面那一段单单市场题材 就已经涨一大段 单单市场题材就已经到了 98块7毛钱 这只有那段涨题材 单单市场题材就已经来这一段 然后拉回来打了一个大底之后 打了几个月的大底之后 现在是业绩正式争备要开始喷出的时候 订单开始正式要签的时候 后面的营收获利要开始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里上去一定过高点吧 因为这一段是后面要反映业绩的时候 单子来的时候 要开始签约的时候 营收获利要出来的时候 所以前面那段是题材 题材到90是8块7 那后面这一段是业绩真的要开始爆发的时候 所以一定过前高 所以它当然会过前高 那空间就超级大 因为后面要出来的数字我刚刚讲 单单是前面这一批 那订单就很大 那当然整个水下结构是2000多亿的商机 所以也不是只有那一批 但是这一批即将就要出来就很多了 因为这一批即将就要出来 预估就四五百亿 四五百亿的订单 四五百亿的订单 你要知道四季刚刚的股本 只有18亿而已 也就是每赚18亿它就是一个股本 每18亿就一个股本 每18亿就一个股本 所以我跟你讲 你在新的就对了 你现在要看的是后面大好的题材 没错嘛 不是看过去的嘛 你现在要看的是从现在开始好的嘛 然后明年大好的嘛 你往这里的话 你轻轻松松一路都可以赚钱 是不是一路都可以赚 对不对 今天指数跌121点 跌121点 是不是一样创新高 来77块半 对就收最高 那已经连续几天 我每天跟你讲 每天跟你说 是不是你来我带你买 你来我带你买 你每天进来的人都可以赚钱 你每天都越赚越多 是不是差很大 所以锁定新的标股就对了 当然锁定新标股啦 因为我会讲很多次 你现在就是要在新的标股里面 你就是要在新的嘛 因为现在就新体材要陆续发酵嘛 这出来资金都会往新的走啊 你现在锁定的就是明年大好的 明年大好的标股有没有 所以呢就会去涨后面的题材 现在资金就全部往新的走 是不是谁后面要喷出去 谁后面要大好 你就一起锁定好就好了 你一起锁定好就可以啦 然后一起来赚大钱啦 很多人这一波下来 很多人加减在被动元件 细晶元 有些人有受伤 那么我没有办法让他回到 之前的高点 因为那已经是发生的事情 他不会再回去那边 就像现在没有办法让被动元件 国际那些再回到一千块啦等等之类 真正最实用的 对你最好的方法 当然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嘛 因为新的标股会更标 这出来是非常多的资金啊 这资金会让这个后面明年大好的标股 会喷得更多更多 所以不管你在前面有没有赚钱的 现在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把握这种后面新的标股 对不对 最棒的新标股 那你要上车的要赶快上车 对不对 要赶快跟上来 后面要涨五成的要涨一倍的 你就直接把那五成一倍赚下来 你什么问题都搞定了 你什么问题都搞定了啦 你绝对就大逆转了啦 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 你就一定要跟上 我才会这样连续讲好几天啊 每天公开讲啊 每天公开讲说你一定要跟上 然后我带你上车 你看差这几天下来差多少 那你还没有跟上怎么办 我说其实现在的重点 都不是在于你手上那些旧的东西 那些旧的东西 不管你是环球晶也好 你是被动的一些细晶源都好 那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马上放下的话 那么至少你要赚新的嘛 你就把后面五成一倍的标股 锁定起来就对啦 新标股你就直接来大赚就对了 因为这对你才是真正最有用 可以让你一次就完全大逆转的 所以来新的标股 买一点 十个名偶我就带你直接买了 你不用做什么事情 我带你直接买了 你打电话进来就直接预约买一点 十个名偶带你直接买 虽然还没有跟上 来把握这几个名偶 跟我们线上的组织联络 一次就把你转回来 还没有跟上的 马上十个名偶立即把握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占卷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